好 接下来这次新闻要请全台湾的观众朋友一起帮帮忙了 要来找这名弃婴的家人 有一名外籍劳工在彰化的鹿港儿童公园 发现了一名出身才一天 体重2200公克 身高49公分的女性弃婴 当时这名女婴她全身赤裸 而且连臍带都还没有减 甚至有出现失温的现象 遭到蚊虫叮咬很多身上的地方 那么这名外劳在发现之后 向一名老先生求助协助报案 但是经追查之后 目前还是不知道这名女婴的家长是谁 本色毛巾将女婴的身体整个包起来 小宝宝睡得安稳香甜 不过仔细看她的额头和双颊 出现一点一点的红斑点 医生说这是蚊虫叮咬的结果 身体的话就是肚脐啊 还有拆盘都还留着 然后身上还被盖满的树叶 并且有那个蚂蚁爬过的那个痕迹 体重2200公克 身高49公分的小女婴 暂时安置在医院的育婴室 医生说女婴送医时 是被人装在这个保利笼箱 里头还铺着一层树叶用来保温 生命真相是稳定的 只是她的体温比较低 小朋友活力也比较差 蚂蚁苍蝇和枯黄树叶 女婴遭气质的第一现场 就在彰化路港儿童公园里的大树下 第一时间听闻外籍劳工看到气婴吓哭了 老先生右脚装上支架 顾不得自己行动不便 还是坚持要亲自报警 女婴出生不到48小时 就在台风来袭 前夕被弃置在公园 幸好民众发现送医观察 小宝宝的身体状况才逐渐恢复 爱的结晶本来就得用来呵护 女婴的父母决心丢弃 逃逸无踪 怎么还不出来面对呢 中立新闻成本会彰化采访报道